这个女孩头顶长着丑陋的鸡脚 背上还有一双硕大的翅膀 却拥有一张绝美的容颜 女孩轻轻握住眼前断裂的树枝 接着紧闭双眼 在心里默念咒语 黄色的荧光从指尖中流出 下一秒 奇迹发生了 树枝竟恢复如初 重获生命 这个长相怪异 心地善良的小仙女叫马林飞森 是这片森林的守护者 每天挥舞着她赖以骄傲的翅膀 翱翔在这片拥有无数奇幻生物的摩尔森林 每天生活的无忧无虑 然而宁静的生活很快便被打破 这天 三个魔法仙子带来一个可怕的噩耗 马林飞森听后非常震惊 随后山洞翅膀离开 当他来到珠宝时 发现有两人数人士兵正盯着一个山洞 小偷躲在山洞里不肯出来 直到马林飞森的再三要求 对方才答应走出来 马林飞森这才发现小偷是个跟自己年纪相符的男孩 从未见过人类的他看着眼前的男孩很是兴起 两人随即开始了自我介绍 直到在数人士兵的提醒下 马林飞森才想起正事 男孩开始还在狡辩 在马林飞森的再三要求下 才不情愿地从袋子里掏出他偷取的宝石 还给马林飞森 拿到宝石后 马林飞森随手将其丢进一旁的珠宝池里 善良的马林飞森选择不再追究 还将男孩送回了人类世界 临走前 男孩伸手表示要握边 然而当马林飞森接触到男孩手掌的一瞬间 一股刺痛感从手心里传来 男孩听后很愧疚 随后就摘掉戒指扔了出去 男孩虽然失去了宝石 但偷走了更重要的东西 从那之后 男孩经常来摩尔森林找马林飞森 他也会如约出现 马林飞森把男孩带进摩尔森林 两人一起嬉戏打闹 那种神秘的情愫也在两人之间蒙发 在马林飞森16岁生日时 男孩给了他一个礼物 他告诉他这是真爱之吻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男孩向往全力的野心让他选择在皇宫当差 渐渐远离马林飞森 女孩也成长成摩尔森林最强的仙子 马林飞森就这样等着 期望他心爱的男孩再来找他 直到这天 亏是摩尔森林宝藏的人类国王 带着大军浩浩荡荡地杀了过来 马林飞森挡在前面 毫不畏惧 怒斥人类的侵略行为 却遭到了人类士兵的取消 面对步步紧逼的人类大军 随即一声令下 召唤出森林的手